日前这张鸡的照片 在苹果花爱铸铁锅社团上 引起热烈讨论 记者实地走访新的建国市场 发现了这家 残成了三代的腊味店 毛爪都还清楚可见的风鸡 就吊在店门口 风一吹 还真像活的鸡呢 因为太多人误以为是活鸡 老板特别放了一张说明 不是活的 不要怕 这祖传的风鸡 是腊月限定的姜色私房菜 将鸡放血 趁还有温度时 立即掏去内脏 然后塞炒过的盐巴 及花椒等香料 冬天尤其是冷风抢的时候 它就是冷风这样慢慢吹 让它干 为什么它要有毛 它保护它里面的肉 把毛拔掉之后全部都能吃 越冷的地方越好 阴凉冷 它才不会坏掉 其实它跟腊肉做法差不多 只是腊肉有烟菌 它没有烟菌 因为用了大量盐来腌制 风鸡成品味道很咸 曾经就是我们把它 把它拔完之后 把它切块当火铺汤鸡 也有这样吃过 你来炒的话又比较咸 想吃这只鸡 你最早得两个月前订购 除了江浙风鸡外 万家乡还有湖南的腊肉 川味香肠 湖南板鸭等各式腊味 建国市场南北货聚集 改建后更加明亮 动线也更流畅 动新闻传统市场 总有新发现报导